又圓又大的眼睛专注盯着前方 还有几只同伴躲在一旁乘凉 这是苏门达腊虎 全世界仅存的六种老虎之一 七夕地遭烂肯 加上盗猎猪 老虎数量锐减 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 主要分布在亚洲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野生虎 从20世纪的10万只 到现在恐怕剩3900只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也将老虎列为兵尾等级 不过近年保育人士的努力 终于出现成果 俄罗斯和大陆东北部是东北虎的家 动保人士说他们数量正稳定成长 但是大陆爆发的非洲猪瘟恐怕成为富裕阻碍 因为野猪可能大规模染病断了老虎粮食来源 同样是老虎栖息地的印度 总理莫迪也承诺在2022年 要让老虎数量加倍 而且每四年进行普查 最新结果显示 印度老虎比四年前增加三分之一 令人振奋 专家也强调政府和非营利组织 要推广生态教育 建立人虎和平共存的环境 才能真正保护着美丽的猫科动物 大海新闻正于宣编译